这次我们在南海大地艺术节的作品 叫做时间的灯塔 它是处于这么一个叫太平区的地方 整个这条街以前曾经是商业最繁华的一个区域 但是现在完全是被废弃了 我们的设计其实就改造了其中一个最大的市场 太平市场 人可以进到原来的市场的建筑结构中 然后最后进入到我们新创作的这么一个空间 整个建筑的结构用一种新的材料 就这个反光的膜给它全包在一起了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反射周边的街道 进去以后会反射内部的空间 但是这个材料其实挺有挑战的 它要透明又要反射 要软质的 我们完成了这个以后 前一阵刮了一个挺大的风 把很多的这个节点都给吹坏了 也是我们一种试验的一种失败吧 现在我们又用了这么一个新的渔网的一个材料 完成了这个作品 虽然这个房子被废弃了 但是你仍然能感觉到它的那种生命力 这种植被生命 就跟这个原来的结构共同生长 中间的这个柱子呢 它是整个渔网结构的支撑物 同时也是一个多媒体的灯光的装置 灯光的氛围 给这个平台提供一个照明 我们希望这个时间的灯塔 让整个这个太平区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当代的人进入到这么一个空间的时候 能把一种新的能量 新的感知带到这么一种老的结构中 也给整个地区呢 带来一个对时间的新的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